这是我们下午的小事工 给他办一个证件 叫什么名字 宋小强 哪个我不知道 保洁 快 这些苦受 拍照 一天五百的工资 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 一个月一节 一工作在九楼 九楼是重症病区 重症病区 基本都是躺着的病人 报告 你每天都要从三楼的这个通道走 来 一定要记得随手关门 一步也不能错 才能到处 在这儿登记 在这儿登记 姓名说一下 宋小强 请接一下手 来 到这里面领取误分 我到医院 是个意外 我到医院 当然 认识李天然 也是一个意外 你按照流程把防护服穿上了 这防护服就是命根子 穿的时候要慢慢的 一点皮肤也不能露出来啊 你 刚跟你说慢慢的慢慢的 你 这怎么破了 怎么不结实这玩意儿 防护物资紧缺 每一套都很珍贵 大家为了不脱防护服 连水都不喝一口 你什么都没敢到先废了一套 对不起 实在对不起 对不起 进来的 对 去几楼 九楼 慢一点快 谢谢啊 穿防护服有十五个步骤 一步都不能测 倒在上面坐 无论多着急 也一定要养成习惯 知道吗 知道 不好意思 能再多给我一副手套吗 谢谢 记住 防护一定要严 任何地方都不能暴露 无论你从哪个病房出来 有没有碰到病房里的东西 立马做手箱 还有 不要触碰身体的任何部位 尤其是眼睛 明白吗 听明白了 你从哪儿来的 大两天 你呢 我是本院的 走吧 带你上九楼 小楼 搞什么 你做什么 不处 有趣的 一口 我都会把 在哪儿 下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摩登 你的工作除了每天要打扫卫生 还要给病房打水 处理患者的生活垃圾 烧发盒饭 处理医护人脱下来的防护服 还要给病人换床单 脱地 消毒 有的时候还需要你帮忙出把力气 给病人翻身 知道了 记住啊 消毒的时候 那消毒也一定要勤 那是你的勤洁车 一会儿你收拾一下 把早上地给拖了 我干嘛 快起来 你这样很容易职业暴露的 从前往后脱灰吗 还有 得把拖把拧干 这么湿 谁踩着都会摔倒的 知道了 小心 小心 别吐 不要命了 在这儿涂防护服怎么行 不是 医生 我 我想上厕所 我觉得我已经憋得快吐了 你没穿成了尿裤吗 在这儿脱防护服 你等于裸奔制都不知道 不离开纵污染区 绝对不能动防护服的 防护服进区 少喝点水 去一次厕所 浪费一趟 清泰 朱敏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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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危险 别急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